为什么告诉你 你看到我手上带这种东西 你以为我真的暧昧了 可能我都觉得第一可以暧昧 第二是惊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呢 我带一两个去这边 然后呢 发觉 好几年前突然间 这里呢 那么薄 这里没有带东西的 完全没有带东西的 然后就觉得 人啊 好像人啊 我觉得跟我的血液有关系的 可能我的血液比较烈的 所以我睡觉很奇怪的 摸着铁来睡觉 就觉得有一种舒服跟安全感 因为它很冷 能到我摸着铁来睡觉 很舒服很舒服 所以我就 几年前发觉这里呢 有点蜜薄来的 有点蜜薄来的 为什么这样的蜜薄来的 每一天 很难止蜜啊 擦什么蜜薄来的 蜜薄来的蜜薄来的 有一天我又发觉 为什么我这只手带了两个蜜薄 为什么我这只手没有蜜薄来的 为什么我这只手没有蜜薄来的 那么后来 OK 我带多两个放在这边 那么 那些蜜薄来的蜜薄来的 越大越多了 那带了之后两个 因为我做东西不方便 带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铁的比较好 不受光比较好 铜的不受光比较好 因为它比较容易散热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血比较热的 所以我当了带这种东西 很奇怪出现了 这都不厉害了 不厉害了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 他相不相信就区别它 我真正知道这个原因 是带这么多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不受光是指眼的 因为它能够 譬如说 因为我知道人的东西 我们就指眼 所以可能我带来这种铁的不受光 让它的铁 让它分散的液力出来 所以变成我这里没有人了 OK 好 拜拜